主播会客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口气邀请到了三位特别来宾 一大两小 那么这两位小的特别来宾呢非常的可爱哦 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 首先在我左手边的这一位 是我们新竹市街舞协会的总干事 我们的小庄老师 来欢迎我们的小庄老师 主播好大家好 好欢迎这个小庄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那么两位呢 他们有个非常可爱的团名 叫做翘妞二人组 那我们现在欢迎到的翘妞二人组的第一位呢 是穿白色衣服的这一位 他叫做周又成 欢迎我们的又成 好又成比较害羞一点点没关系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呢 穿我们黑色衣服的这一位是我们的彭以涵 欢迎我们的以涵 大家好 好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三位来到我们现场 今天主要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新竹的百合福伦社 每一年都办我们的街舞大赛 那么来到了今年已经是第六年的时间了 每一年呢都吸引了很多的队伍报名参赛 那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 他们从三年前开始加入了这个儿童组的比赛 那其实这样子的转变呢 也带动了我们新竹地区的一些不一样的氛围出现了 等一下这个部分我会请我们的这个小庄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一开始想要先请教这个小庄老师 就是我们的百合福伦社举办这样子的这个街舞比赛 您自己在我们街舞的这个现场已经工作这么多年 那也担任评审很多年的时间 你觉得百合福伦社办这样子的街舞比赛怎么样呢 我觉得办这个比赛 它促进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舞者 他们会有一个很良性的交流 然后每一年的评审也都会找各种武风的佼佼者来担任评审的这个角色 那也会让参赛者去看到各个环境的舞风的不同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也是现在新竹蛮指标性的一个活动 好那能够参与这样的指标性的活动呢 当然也是非常的开心 尤其是我们这个百合福伦社非常的有远见 我们在三年前开始呢 增加了这个所谓儿童组的这个项目 那刚刚教练私底下跟我们透露说 其实因为这样的转变也造成了我们新竹这个儿童街舞的这个蓬勃发展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样的故事跟什么样的这个内涵在里面 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那个就我印象所知 就是百合福伦社他们办这个那个福伦杯已经六年了 那印象中比较深是大概第二届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儿童组的赛事 但那个时候有两组的儿童去报名参赛 那时候真的是蛮造成当时的轰动跟回响的 所以就在隔一年 然后那个我们的福伦社就举办了儿童组的赛事 专门是给儿童 那也造就了就是儿童开始会对街舞有一个 有兴趣 对对对对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之后 我们的儿童跳街舞的人数是不是就慢慢的越来越多 有这样的真相吗 有这样子的趋势 那儿童跳街舞的这个好处 可以让他们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 如果针对这一次的比赛的话 因为福伦杯它都是二对二 所以其实我觉得小孩子在做排练的时候 他没有像大人 他就是比较成熟 小孩子可能要去从中去学习到合作啦 互相啦 因为两个人谁要先出招 或者是两个人的队形走位 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当下的沟通 对那都是很急迫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平常在上课 或者是说在学校不一定会去学习到的东西 那借由这个二对二的赛事 小孩子学习到不是只有比赛或是跳舞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要能够上台 因为老师在讲的时候 我们的画面其实也有出现过往几年的影像 其实要上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何况还要承担各种的灵机应变这样子的能力 所以除了这个上台要表演要勇气之外 老师说其实也可以训练小朋友的一些团队合作的默契 跟这个身体肢体的灵活度等等 但老师说了当然还不算数 我们要邀请我们真正有在跳这个儿童街舞的 这个翘妞二人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到底是不是老师刚刚刚讲的是不是真的都是真的 好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佑晨好不好 佑晨你是几年级呢 大家学街舞学多久了 五年级然后学街舞三年 你五年级但是你学街舞已经三年 所以也就是说你可能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去学了对不对 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学街舞呢 因为看到教室拍的影片觉得很帅 然后妈妈就让我报名 妈妈让你报名去 那你这样子学了三年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跟以前哪里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变勇敢啊或者是说变得更成熟啦之类的有没有 有 有 你觉得自己变勇敢了对不对 好那我们乙晨呢你多大 你学街舞学多久 今年十一岁学舞快四年了 你学四年所以你学的比他还要久对不对 那你参加过几次这个百合福伦社的办的这个街舞大赛 今年第三次 你已经第三次了 哇所以你经验已经很丰富了耶 那你觉得这个百合福伦社办这样子的活动啊 有有有什么帮助吗 为什么你会想要连续三年去参加 因为可以跟好朋友一起练舞 然后拍一支双人机之类的 哦那你觉得你自己 这学街舞这几年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有没有觉得像我们的佑晨觉得他变勇敢啦 那你觉得你变的哪里不一样 嗯比较大方 哦比较大方 所以除了教练刚刚讲的那些之外 你觉得你变大方了 然后佑晨觉得自己变得比较勇敢对不对 那你们今年打算用什么样的舞风来赢得评审的青睐 谁要帮我回答这个问题 HIPHOP HIPHOP 有开始练习了吗 有啊有开始练习了是不是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他们两位到时候带来的 非常精彩的表演 他们两个人的团名叫做翘妞二人组 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的教练好不好 那教练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说到时候有报名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比赛的小朋友 应该或者是大人应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情 那我们一般一般要去观赏的人也要抱持什么样的心情 抱持什么样的心情哦 那他们这样子开始练现在开始练 如果不是像翘妞二人组的这么有经验的人 现在才要开始练的已经报道了现在开始练还来得及吗 一定来得及 有没有什么速成的配备可以提供给大家 勇敢去跳就对了 勇敢去跳就对了 真的做自己 好那时间跟地点是不是来呼吁一下 我们大家可以这个呼朋迎拜 扶老习友到时候到现场一起来帮我们的舞者加油打庆 是10月11号中午在我们的新竹的巨城百货公司的一楼喷水池广场 对11点的时候 11点的时候 好如果说那个来不及报名没关系 我们就扶老稀幼 然后带着家里面的大大小小走出户外 晒晒太阳 那同时呢也响应我们这个新竹百合福伦社在防疫 还有这个反毒上面的努力 当然最重要的是帮我们这些这个街舞的团体加油打气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三位特别来宾能够一起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讯息跟心得 谢谢你们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播会客室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凯博大新竹新闻我们下次见